推广传统的中华文化 台湾省书法教育协会 这天在台中市的大同国小 举办十所小学书法实验教学的联合成果发表 而现场也有市长们带领着学生 共同来挥好写春联 会后也将会把这些个春联 送给弱势家庭跟独居长者 为他们在农历年前 受上关怀祝福 太极武不吉不徐的武姿 每一步都传达出中华文化的精神 同样推广传统文化 台湾省书法教育协会连续第二次 举办十所小学书法实验教学成果发表 这天也同步颁奖给优胜学生 勤勉他们继续精进 除了说在写好字以外 还有对美学的培养 对专注能力的一个养成 都是他将来人格 以及他的这个竞争力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书法可以赔得欲才 同时能认识我们传统的文化 这是我们学会要来推动 这个书法义务教学的主要初衷 也就是我们各位小朋友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能够学会很好的书法 学会很多美学 然后比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书法 由市长们带领学生共同辉豪 写下春符还有春联 而写好的春联 将转赠给弱势家庭和独居长者 不光是让小朋友有机会多练书法 也希望借此将爱的善念传递出去 这种活动要常办 类似这种的活动 然后学校可以尽量去推广 毕竟这是我们的一个国粹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可以尽量舱舱去push这一块 因为写书法可以让我写字比较漂亮 写书法的时候写完一张然后又放上去 写完一张再放上去 写了很多张又放了很多张 我们写完两张之后老师就会教我们另一个新的字 我们好喜欢写书法 协会表示为了推广书法墨香 活动使用的文房四宝都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 就连老师也是无偿教学 希望透过学习提升学生对书法的热爱 进而传递真善美的精神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到